今天,猫熊说禁忌,给大家分析赵吉伟受伤引发之一 CB常规赛焦点战,广东凭借全队的出色表现,最终118比115击败辽宁,32胜四负排名第一 此以赵吉伟出场20分钟,拿到四次助攻没有得分 不过他被胡明轩踩脚受伤的一幕引发巨大争议 第三季还是六分多钟时,辽宁拿来准备发动进攻 郭艾伦将球传给赵吉伟,胡明轩和徐杰上前逼抢 赵吉伟突然无脚倒地不起,表情看起来非常痛苦 胡明轩这个伸脚动作引发两对球迷产生巨大震议 慢镜头回报可以看到,胡明轩从赵吉伟身后释出强断 两人脚在空中碰巧创到了一起 赵吉伟右脚落地后没站稳才受伤 并非胡明轩做出故意伤人动作 希望赵吉伟能够早日靠复,尽快回到赛场征战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呢